风时刻现在台湾的疫苗严重不足 澎湖却传出有剩余一千多剂的疫苗没打完 但是基层诊所的医护人员打不到到底怎么回事 还传出疑似有人利用志工的身份偷打疫苗 对此澎湖县府出面澄清 疫苗不会留给特定的对象施打 而且表示现在疫苗光打都不够用了 绝对不会有囤积的状况 国内疫情严峻各界都期盼能够赶紧买到疫苗 疫苗供不应求 没想到澎湖却传出还剩下一千多剂的疫苗 但是基层诊所的医护人员却打不到 反倒是有人利用志工的身份优先施打 他们明明是第一类就是可以优先施打的人 那为什么就是五月中提出申请到现在都还没打到 可是有一千多剂的剩余量 就会去质疑说那到底是要留给谁打 有基层医护人员质疑施打疫苗的志工 不在中央公布的十大类公费疫苗名单里头 也质疑县府剩余的一千多剂疫苗是准备留给特定人士的 希望县政府能够公布造册的名单 这样执行效率有点慢 中央可能会觉得地方执行效率差 它可能拨给你的速度会变慢 而澎湖县府则是出面澄清疫苗绝对没有留给特定的民众施打 并表示疫苗都打不够了 不会有囤积的问题 目前议会所有的议员没有人有透过关系来施打 所以这是一种严重的一个不实的一个状况 目前澎湖总共有两百六十瓶AZ疫苗 有两千六百人可以施打 也将向中央争取更多疫苗量 期盼中央能够考量里岛医疗资源短缺 将里岛居民列入优先施打顺序 记者澎湖综合报道